今天分享一款小时候我非常爱吃的山姆面包 外面卖的山姆面包大多都非常的坚硬 我这个配方既保留了老面包的嚼劲 同时吃起来也非常的柔软 做这款面包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出手套模 新手也一样不用担心会失败 首先我们来做甜老面 将屏幕上所有的食材倒入揉面缸中 我今天用的厨师机来揉面 如果没有厨师机的话 用手揉也是一样可以的 当面团揉至光滑以后 我们加入25克黄油 然后继续开启厨师机 用中速来揉面 这一步我们只需要将黄油完全的混合均匀 成团就可以了 然后将老面盖上保鲜膜 饧发至两倍大 面团饧发好以后 我们检查一下它的状态 用手指戳一下面团不回缩 里面是成蜂窝状的 就说明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甜老面做好以后 现在我们来做主面团 将屏幕上所有的食材 倒入揉面缸中 再将之前发好的甜老面 揪成小块 一起放入揉面缸中 然后继续开启厨师机 用低速先将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 揉至成团以后 加入40克黄油 继续混合均匀 这一次揉好的面团 就不需要再发酵了 我们将它取出 一份为二 我们先做一半的面团 用擀面棍 将它擀成长方形 然后再像折被子一样 将它折起 再用擀面杖 将它擀开 面团擀开以后 再继续对折起来 再用擀面杖 将它擀成一个大大的长方形 这样一个折叠擀开的过程 我们需要重复8到10次 最后我们再将面团 擀成一厘米厚的薄片 去掉不规整的四周后 再分成若干干面包条 面包条 我们需要将它发酵至两倍大 然后在面上 刷上一层鸡蛋液 想要表皮好看些的话 可以用叉子 再做一些好看的花纹 烤箱需要体现预热 上火190度 下火170度 送入烤箱 烘烤15分钟 出炉啦 一款非常好吃的山姆面包 就完成了 喜欢老面包的小伙伴 赶紧去试一下吧